西安外国语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一个以传媒为核心 紧密依托学校外语教学资源优势 同化文学 艺术学两个学科门类的专业体系 新闻与传播学院形成了一支职称结构合理 学历层次高 国际化特色突出的试驻梯队 现有专职教师三十多名 其中教授两人 特聘讲座教授三人 副教授六人 教师中有两人入选陕西百人计划 绝大多数教师具有相关传媒从业经历 许多教师具有海外学习经历 精通外语 熟悉国际传播实践和传播规则 具有优秀的双语教学能力 同时 学院聘请CNN CBS等多名 国际新闻传媒资深专家 担任专业课程教师 开设国际新闻传播实务课程 突出了教学的国际化特色 新闻与传播学院秉承英语专业化 专业特色化的办学理念 探索外语与专业的有机融合 依托我校外语教育资源 注重双语教学 形成了科具特色的 新闻传播类专业人才培养模式 培养了一大批熟练掌握外语 精通国际传播规则 具有较强跨文化沟通能力的 高层次新闻传播人才 毕业生遍布新华社 CCTV 中国日报 环球网等知名媒体 及澳美 李奥贝纳等国际广告公司 每年还有一大批学生 可以考取国内外知名高校硕士研究生 人才培养和人才质量 得到社会高度认可 新闻与传播学院注重专业实践教学 建成英语新闻编译实验室 影视编导实验室 网络媒体实验室 摄影摄像实验室 平面设计实验室 等多个全真化教学实验室 学院已经投入专项资金 即将建成融合媒体实践教学基地 将有效提升实践教学能力 同时 学院与美国佛蒙特州社区新闻中心 人民日报国际部 中国日报 环球网等十几家单位 共建实验基地 形成学院牵头 教师带队 学生团队主创 产学研一体化实践教学培养机制 校内组建新闻 PACE FOX双语播音 拍广告 新传新生工作室 新传永校工作室等多个中英文媒体实践平台 形成了校内外相互支撑的实践培养模式 新闻与传播学院重视国际交流合作 与美国密苏里州立大学 奥克拉荷马州立大学等国际知名高校签订合作培养协议 通过2加2或3加1的多种灵活形式 努力打造人才培养的国际化模式 同时 学院与美国灵灯州立大学等国际院校 建立了传媒专业实践交流项目 每年选派学生进行境外专业实习 为学生提供丰富的海外学习机会 和高度国际化的专业学习环境 欢迎报考西安外国语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欢迎大家报考西安外国语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相信你一定会有不一样的体验 欢迎大家报考西安外国语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欢迎报考西安外国语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我在这里等着你 相信学弟学妹们来到新闻与传播学院 一定能够实现你自己的梦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传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